1917年,一个社会学家曾经对伦敦、柏林、巴黎、民古屋等世界八大都市的工厂人数和城市总人口的比率做了一个调查。 结果显示,比例最高的是中国的两大城市,北平和上海。 在北平,每259人中就有一名工厂。 当然,这个数据指的,如果不能彻底解决这些妓女的生纪问题,那彻底改变她们就是一句空话。 你们看看吧,你们看看这些资料。 妓女们90%以上的身体状况都有问题,要想彻底改造她们,还要让她们身体健康,需要大量的物资和药品。 治疗她们身上的病,得用盘尼西林啊。 目前可是解放全中国最关键的时刻。 盘尼西林在前线可视最精巧的救命药。 咱们受伤的战士还不够用呢。 是啊,我们现在科技落后。 盘尼西林基本全靠进口,价格跟黄金一样。 我们上哪儿去找这些药给她们? 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盘尼西林就是后来我们所熟知的青霉素。 当时党中央经费紧张,干部根本是不发工资的,只是供给一些生活的必需品。 女同志每个月才有五毛钱的卫生费。 新中国如何改造清理妓院呢? 时任市长的叶剑英之时,先要把妓院情况调查清楚,然后再决定如何处理。 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先是由民政局、公安局、妇联等单位联合对妓院进行调查,了解妓女的情况。 于是,罗瑞卿立刻组织所有辖区的派出所,挨家挨户,对人员的情况进行了摸牌,以便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当时调查的重点,是当时赫赫有名的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严格来说指的不仅仅是八条胡同,而是在北京城前门外大石烂观音寺以南的一片地区。 其中最有名的八条胡同由西南大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终会 gears WIL buzzin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坊 bran indigen broadcast 法规 想要从思想上 扭转大家的认识 希望妓院能够 及早转变思想 成为靠自己劳动 来获取报酬的 新时代劳动者 那么这些妓院老板 和妓女的状态 又是什么样的呢 他们对这个新政权的政策 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 在调查时 妓院所在地 被称为岳户 岳户在唐朝时期 是妓院的一种别称 这样一个隐晦的说法 也展示出当时统治者 对这群特殊人群的尊重 然而 看着这些调查回来的 户籍档案 大家不禁有些吃惊 哎 怎么样 情况不容乐观呀 这些妓女 完全不觉得自己是做了一件 不光彩的事情 你们看 他们在自己的名下 还有孩子的名下 白纸黑似的写着 妓女 他们完全不当回事呀 这些妓院的长班和妓女 他们认为 娼妓制度 在中国几千年 没有哪个朝代 真正的禁止 这次也不会成功 看来他们低估了我们共产党的决心 是啊 妓女也分为等级 一二等的妓女 生活条件比较优越 有的呢 有的呢 对他们的现状还比较满意 更有甚至 梦想成为下一个赛金花 或者小空间 看来 思想的改造 最难 对当时的工作人员来说 北平城的八大胡同改造 是比较难的 因为这里有着独特的历史遗留问题 本栏目由 关爱儿童的笔制高药业 独家冠名播出 关爱儿童的笔制高药业 提醒您 稍事休息 关爱儿童的笔制高药业 提醒您 精彩继续 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时 国会的会址 就选在现在北京的宣伍文 聚八大胡同非常近 聚老人们回忆 当时 袁世凯以下 从国务总理开始 都是八大胡同的常客 这些个总长们 自长们 甚至把公事都挪在那儿去办 到那儿就跟上班一样 早上去办公室 晚上就上八大胡同 这一天办公才算完了 后来袁世凯 想要推翻民国称帝 把贿赂国会议员的地点 既没有选在当时有名的六国饭店 也没有选在京城有名的八大牟中的任何一家 偏偏就选在了八大胡同 可见当时八大胡同的地位 为了获得议员的支持 袁世凯决定 每人每月 一律发放 两百大洋 这两百大洋 是个什么概念呢 白面在当时算是稀罕物了 一袋 四十四斤的白面 仅仅只需要两块大洋 而当时北京市民平均 每人每月的收入 仅仅只有八块大洋 在袁世凯的操纵下 各家青楼 夜夜升歌 甚至经常会挂出客满的牌子 当时的一份报纸 万象报 甚至还开辟出了一个专栏 叫闲逛八大胡同 专门写 政治人物在八大胡同的一些花边情文 当时的妓女共分四等 而一二等的妓女 在当时 甚至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传奇人物 比如小凤仙 这些妓女 从新地里 就拒绝新中国的政策 不过 八大胡同的三四等妓女 她们基本上 没有任何选择权 连人身自由 都被牢牢地抓在 妓院老板手里 被剥削得厉害 按民国年间妓院的规矩 有人进门了 底钱是一块钱 有时候嫖客出手大方 也不过两块钱 但如果接的是扑客 卖身钱至少要十二块钱 而这十二块钱是这样分的 娘姨伙计各一块 老保老板各分五块 老板在从她的五块钱当中 抽出五毛钱来给妓女 这就是妓女出卖肉体的代价 只有这五毛钱